中文字幕 李宗盛 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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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油脂來 吃油脂 麻油油脂 吃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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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講講 身體會比較高 你啊 白身喔 我好心要吃油脂 你啊好 不要吃你 我自己在吃 吃油脂就沒力 我告訴你 你把我肚子都沒有 我自己去吃油脂 你這個人沒意思了 要請你吃油脂的 來找 我們省委員 省醫師 你對這個字 百姓怎麼改啊 這是我改啦 我告訴你這個節目 收視你這麼好 我又這麼紅 還要再套百姓 有人在看什麼 我這生意的所謂百姓 跟中藝的百姓沒什麼 中藝的百姓 是說 男人那種人就對了 要多姓 我這樣說就是 來姓 放在那裡就對了 做兩個不能分為一談 不過你 我可以說百姓 我算多行就對了 哈哈哈哈 不過你是不是覺得 在國民黨的百姓 那是選舉的時候的口號 你現在還說 你選舉的時候 你說你是民進黨的三把刀 第一把刀 你手術刀 然後我們當然知道了 醫生 OK 來 這是在說什麼人 這是在說 蝶子 謝堂廷 為什麼是蝶子 我想像是這樣 四年前我知名度不高 那開始選舉 要猶人的軍委 要猶人的軍委 兩個最大的就是蝶子跟蝶子 那我們那個文宣 文宣都是我自己設計 你知道嗎 我這麼朋友 這麼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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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子跟蝶子 這就是蝶子 心富翔 還要說蝶子 而且他喜歡蝶子 所以這非常的對稱 非常的漂亮 要講牠是蝶子 這不是我跟蝶子做 這是他自己說的 因爲當時被剝 你留國民黨 時 都抓得得薄梯梯 像在切蝶子 抓得太多 還有對方又不痛 這是蝶子的特色 為什麼是蝶子 哇 我相信 他這樣說 我想是不丟 但是這是大家對的感想 他覺得有氣息 氣勢真的是這樣氣勢逼人 像官邸拿去哪裡的感覺 我想是這個樣子 我這幾天就是要肉搏民進黨這三把刀 來 從我先開始 後輩後輩先開始 來 現在肉搏一下 來 開始 現在第一個問題請問你 最近聽說要入閣 說是 那不是我 說別人 我是不會入閣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真的是白桿交集 如果說冠冕堂皇 我是覺得在野黨是不應該入閣 在野黨要有一個黨閣 要堅守在野立場 我們就不叫Q氣 如果說個人的 人家說我都說什麼 說衛生紙 誰說我看衛生紙實在不去 你看所有的閣緣八部二會在白內 還是在開閣 衛生紙都在閃閃 沒人看見的角度 不要這樣小看我 對不對 而且我是覺得 如果說要請人裡面 收拾這個全民健保的爛攤子 那實在我的志氣沒那麼小 所以有一天如果說行政院的組織法 修改了 把衛生署跟社會師 湊起來叫後生部的話 而且那個時候也碰上我們的人 尤其像陳水扁 在公園2000年也許可以當上總統 管得做總統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 秋實檔要入閣 要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要把我套進去 然後要使本黨趨向衰亡 我不會上這個當 其實我不是要問你說入那個閣 我說是入信花閣 你是說那個 你是說那個 還是那個paint house 對 你自己今天還要說這個嗎 沒有啦 我說 我還按摩 還加下去 你的收拾力全破天 你自己說 你說性跟權利的關係 喔 這裡都這麼多 來 這個問題好了 這個問題你說孔雀開瓶 孔雀開瓶 你在說性騷擾 對對對 那就是指著這種孔雀 它開瓶的時候 它就吸引這個母的孔雀 這算是一種性騷擾是不是 我想這個就是 我現在講的實在很糟糕 也許有很多女觀眾會抗議 不過因為我是學醫的 而且我對這個生物學比較有研究 現在在外國上次是所謂 那就是生物進化學 你怎麼看我們所有的動物 包括人在來 只有兩個目的 這就是說自己要挖下去 自己挖下去要吃三餐 一個就是我們這個種族 尤其我們遺傳基因 都要團下去 那就是sex 所以你怎麼看 大家動物都會上康 上康 要讓自己團下去 這就是老總統說的 說生命的意義在創造 宇宙積極的生命 你看看 我們老老闆一段時間 我們都相當不滿 老老老是說生活的目的 增進人類圈體的生活 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吃三餐飯就對了 對 所以你看像孔雀開瓶 其實她有這個說要 讓那個女孔雀 覺得這樣心情好 但是她要選對時機 如果她選對了時機 那當然是兩情相悅 就一切不在話下 這樣拚了時機不對 說當作這個比較粗糙 那個女的就會說 你殺了 這個那裡有發電 空襄有發電 她就會去告她說性騷擾 所以這個性騷擾 不性騷擾 我想是要看 對方 你做這個企圖的時候 對方是不是願意接受 對方願意接受 其實不構成騷擾 對方不願意接受 再小的這個企圖也是騷擾 所以這樣拿捏 拿捏 其實講成公公母也不一定 現在外國也都行 後來就沒的騷擾工 那都有 是 騷擾牛郎 所以我想 這個就是大家 在完成生物 上天所賦予你的使命的時候 你就是說這個拿捏 要非常的小心 所謂性騷擾 就是拿捏不對 不過也不見得是這樣子 其實有些性騷擾 是屬於一種權力的展示 我們一些看 比如說我們看 這樣 我看那個電影 陶捨機密人 那個女主管 他說硬要叫那個 以前的男朋友 現在變成他屬下 就把他找過來 然後就是硬要 展現 要跟他做那個方面 做愛做的事情 但是他硬要讓他 就是他告他性騷擾 後來他是用告他性騷擾 誰告誰 男的告那個女的性騷擾 但是它基本上是一種 那個電影給我一個很深的感覺 就是它是一種很 基本上是一種權力的展示 是一個權力的展示 我是覺得那個片子 其實我在美國好像也看過 我想不一定要這樣解釋 但是這兩樣事情 以前是常常搞在一起 那是真的 對 就於那個片子的情節 我想不見得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兩個搞在一起 是站在我們生物學的立談 是有它的道理 因為這個後面 都要一股推動的力量 這如果在男性來說 是屬於男性荷爾蒙 你男性荷爾蒙 會夾一個工去做的事情 也許你搞政治的人 也要有相當大的企圖心 所以這兩樣裡面 也許有一個共同的因素 就是那個 所以這不怪這個Kissinger 這個吉辛吉他有說 他說權力是最大的春藥 但是我想另外有一個可能性 這我是還沒去政信 還沒去研究的 也許是男人那一方面 很不行的時候 對另外一方面 會特別熱衷 來做一種代賞作用 來補賞也說不定 所以另外 你是說去計選立委 來補賞 以另外一方面就不足 不過我覺得 我還有一個觀察 譬如說很多 政務界的人物 人家在看胸 看你的五官五行 看你後面做官做會大賣 他說你如果越吐那 你後面做得越大 會更加熱 會更加熱 但是吐那邊沒有問題 跟性後門也有關係 所以這個你如果連起來 也許是性後門比較強 相對比較強的話 你頭髮都掉光了 那同時你對這個權位的追逐 也比較強 也許這個也可以連起來 這待會我退休之後 我來研究一下 喔 許姓娘 沐瓊在講你的壞話 是啊 你也可以看我們民主黨裡面 要入閣的人 跟不要入閣的人分開 還算頭門 也許這是一個假說 不同的人家會入閣就對了 不正確 OK 還有一個問題 不過是從生物學上 純粹從生物學上 我講一個故事 等一下請你來分析 好 這個台灣米猴 根據他們生物學家的研究 他是說 因為米猴他是當選猴王以後 他如果經過一場激烈戰爭 像選總統一樣 不過比選總統還野蠻一點 他不是一票一票選 他是打出來的 要打就對了 對 選出來以後這個猴王 所有的母猴就全部歸他管 所有的食物也歸他管 那麼有時候母猴 他會跟野猴 會發生這種野核的現象 那麼這個猴王 他就會把母猴抓來 抓了以後他就會 就是說用繩子器部分會搓它 搓完以後他也 我們說明白一點 就是他也不射出 你如果說我這麼錯誤 沒有啦 我是從生物學觀點跟你談的 都不 你收拾力也最好 也不 也不射出那個東西 但是 這個生物學家是有一個講法 說這是一種 米猴身為猴王的一種 權力的展示 這點 你這題 你來講我聽 看你日子會這樣跟著 我想 你跟我說 先進一支 我如果說這個都不 我們生物學委員 剛剛講那個台灣米猴那個故事 有沒有 那個台灣米猴那個猴王 他如果母猴跟外面的這個野猴 野核的話 就把他抓來 然後給他搓一搓這樣 然後這是一種懲罰 其實為了傳種 那生物界都是要傳最好的種 所以他們打架的結果是最強的 最強的可以傳下去 這些猴王為什麼存在的原因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的女朋友 他在外面有 在他看來不規矩的行為的話 這是為了生物傳優秀品種的生物法則 所以我想他就是給他一個懲罰 這是看得很深遠的跨環 我想那個猴王也許 也許他也不曉得這是高深的道理 反正他大概就是嫉妒而已 但是兄弟 不是權力的展示嗎 這個不見得 這個我想這個傳優秀的品種 恐怕比權力更重要 這是上帝造物的奧妙 他因為他為了一個品種 能夠繼續傳言下去的話 他會給他唱點裡面 你這就是孫中山先生說的 說什麼 這個自然行儀 他在做 但是他不知道到底在哪裡 你怎麼這樣嚴必稱蔣中正 孫中山 自己繼承搖順倫鵡周公 不不不不不 你知道我自小孩就是好小孩嘛 我打的車都會記得 對方針在那裡 我這受國民黨的黨化 不是 毒化還是黨化的教育 很深的 我如果沒有認真特色我也沒關係 你那裡呢 是 不過我們所知道就是說 除了這種 你剛剛講的說 政治人物他 並不是因為他這樣子 所以他會產生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事實上有很多政治人物 他是好像似乎也壓抑很大 對 比如說像這個立法院 那麼會發生一些 這個所謂的偷窺事件 那據我所知說 那一天發生的時候 有很多立法委員 這種形象比較不好的 我也不要說哪幾個 他是一聽到這種故事的時候說 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 故事不是這樣 故事不是這樣 是這樣啦 外面在說的時候 那裡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一回事嘛 後來我們小孩有這件事情以後 我就照裡頭 那我碰到我們一個委員同事 他在這方面是比較活潑的 我就說 沒有人啊 外面在說你怎樣怎樣 我是在讓人 他說哪有可能 怎麼會對我 他說我一個看過來 不需要去做到的事情 所以 所以其實大家 對這個有錯誤的觀念 尤其是我們女性同胞 好像聽到偷窺這種事情 就覺得很可恥啊 很髒啊 甚至票不投給他 我是覺得這個也大可不必 因為會這種壞事 這種事情的人 其實憑良心講 他是很壓抑的 那說起來也是算故意 只是說他絕對是 平衡的說 能是去 喝到提供那種人 說起來是算故意人 所以雖然他做的事情 讓你覺得 讓你覺得丟臉 那說故意不故意 其實這種人是比較故意 所以我是覺得 大家不用去這樣 去討伐他 我覺得他滿可憐的 告訴你有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當然也是這麼慫 不過這樣有爛的 那麼這個故事也是在形容這些立委 我當著你面前講 然後我看你怎麼解答 就是 這個故事他講是一個 也是有關這個 信譽方面 你可以跟我們講這個而已 你自己要跟我說性和權利 我就跟你講這個 你說金子銀行 那麼這個金子銀行 他是說 人家就去問這個金子銀行的人 說你這個金子銀行裡面 來存金子的人 最少的是哪一種人 結果那個人就打說是監察委員 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有種的不多 他說那這樣子 既然是監察委員 有種的不多 那他說呢 那最少的是哪種人 結果他說是立法委員 那麼人家問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什麼小的無 所以立法委員給我們的感覺 事實上這幾年的形象也不太好 比如說剛剛發生偷窺的事件 比如說這些性跟權利的問題 很多讓很多民眾發生一些 其實我今天身為立法委員 我帶退官立法委員辯護一下 我想立法委員是社會的延長 有怎麼樣的社會就有怎麼樣的立法委員 而且立法委員還是大家選出來的 所以我是覺得他是不好 但是並不見得特別不好 你如果賣的 你如果不跟他 後面跟他放算你就好 為什麼大家一再選他 那選完以後又再罵他呢 我覺得這個好奇怪 所以我是跟他說 回到剛剛那個監察委員的事情 其實你當然是為了 湊合湊合那個句子的押韻 但是我說我們這個特別 這個無權憲法在監察院 也叫總統教育 去經理做監察委員 年紀都滿大 所以他要到那個銀行去也不必 沒有存款 我主要是在 我現在算看監察委員的平均年齡幾歲 對不對 我你真厲害 我現在跟你說的是你是誰 我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我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我現在在說的是你何院呢 這個權力跟政治性的問題 結果你誰誰 是政治性問題還是政治性問題 你斷句也斷得好聲 所以我問說 因為一般人會覺得說 你剛剛也一直在提到嘛 就是政治跟權力這樣子 你好了OK 你怎麼樣定義性跟權力之間的問題 你不要看 我我想是這樣 這個你看 性 也許你可以看是一種追逐嘛 那政治也是一種追逐嘛 那追逐以後來滿足自己嘛 如果你這樣勉強去看的話 這兩樣有平行關係嘛 那正在生物學歷堂講 那也許那個男性後懵是共通的 那個後面驅屬的因子 我想只能講這樣而已 那其他你說要去做研究調查 看看這兩個到底有沒有因果關係 我想跟政治還沒有人 讓人家吃法上去做這個 真的有人吃法上去做這個 他永遠不會得到答案 因為這沒有人會跟你說老實話 對不對 所以真實的結果我想也做不來 事實上立法院的一些生態 也開始在轉變了嘛 然後我不曉得你自己現在進的立法院 然後你看到這個民進黨整個改變的這種 比如說大和解這種一個形式 那你自己看法怎麼樣 我選這跟選舉的結果有關 如果選贏的話當然沒話講 選輸的話什麼話都有嘛 所以現在大和解呢 變成一個很爭議的題目 那個怪罪他的 就是說因為他我們才選輸 那有人也講說因為你們用他才選輸 所以這個警派沒有一個結論 我是覺得大和解這個東西 其實你不能反對他 你反對他就好像說我反對母愛 天下不然跟他反對母愛 但是我覺得比較我比較不贊成的 就是說你即使要大和解 也不需要用這個來做藉口 來跟其他兩黨組成一個大聯合政府 那即使你這個大聯合政府組得成啊 也不見得就能夠達到大和解 我覺得想到我補福的就是說 我因為反對跟新黨喝大咖啡 大家說你這個反對大和解 你大概要跟其他的主群結下 那時候我有沒有聽說是你被收買了 是不是 不是不是 這公正不 不不不不 我舉一個須目 我真的是很講究科學的人 我們台北市的這個外省主群 投給民進黨的每十個人都只有一個 但是那一個裡頭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是投給我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怪罪我說我反對大和解 就是要跟人家結仇結恨啊 不對 外省同胞對我最好 所以大和解要不要大和解是另外一回事 真正你要身體力行嘛 我們大家看你在講話 看你在做的事情就知道說 你這個到底對其他的主群 到底是不是非常好還是不好 不是靠一個嘴巴的 所以我這個要澄清一下 是 不用騷擾了 對啦 後來騷擾 然後一直有這樣專業 OK 我還要再問你就是 我們這個 你最近要參選這個民進黨的市長 沒有主委 這跌破很多人的眼睛 這真的覺得很奇怪 你為什麼要去參選這個 因為常來民進黨的主委裡面 沒有人說立委下去做的 所以這個有一點逆勢而為 我想說我們外國有一個很出名的 道理說是彼得原理 彼得原理就是說 你如果這麼大事做得這麼好 就給你生氣了 像你做這個角色做得好 就給你生氣做導播 導播如果做得好 就給你生氣做這片這樣 就往上升 升到說你幹不下去了 那你就不會生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世界會這麼不美滿 就是大家都坐在那裡 他沒下 沒下 他做的位置 所以我這個是反向思考 比如說我如果下放 去做市黨部的主委的話 就好像說總經理 給他做副經理 副經理給他做副利 科長給他做科丸 也許我們可以把這個現在的黨務 做得很漂亮也說不定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反對我們的黨內的領導班子 尤其是許信良先生 張鈞鴻先生 我跟他說有這許章路線 這許章路線 他們覺得民進黨非常沒有希望 覺得說單獨在打拼的話 一定會萎縮 我是不同意啦 誰不同意 但是我們以前不同意的路線之爭 都用水在打 我是覺得口舌之變沒有什麼意思 我覺得我來找一條菜園 這台北市黨部 我把它看成是一塊菜園 我來競作 競作看我六個月一年以後 我要做出一個成績來 來證明說陳水扁神富雄路線 比許信良 張鈞鴻路線要來的正確 你真的 你剛才說這麼明顯是要單挑就對了 沒有 這個特效的人就知道 特效的人有所謂田野調查 我這個叫做田野實證 實際去證明 真的去做信良 真的去去 做一個結果出來 來證明說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是還有希望 OK 好 你現在跟陳水扁對不對 然後習信良跟張鈞鴻 然後你們兩個分開來 那到底你是要證明你的路線是比較對的嗎 對不對 那你的路線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路線是認為民進黨是還有希望 而且是因為越來跟國民黨跟新黨 在很多事情 譬如說公共政策或國家定位上面 這個區隔越來越小 所以以前我們要主張的東西 現在不是已經實現了 就是被執政黨收割掉了 所以老百姓僅僅覺得說 我不再被你所感動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給老百姓一個遠見 要有一個視野 要讓他們知道說說我兩千年 還是說我兩千空十年 台灣是要變成什麼 我民進黨不會帶你去哪裡 現在大家覺得說民進黨差不多了 不會感動啊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的路線呢 就是說我們還有希望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打拼 只要你困難 民進黨是會給你帶到一個更美好的境界 這點是所謂陳世民跟我 有信心就對了 那許章呢 他們是認為短期間 民進黨是沒有什麼希望 除了入閣以外沒有什麼希望 但是我們之後還有一個建國會 建國會 民進黨現在入了 另外還有分配出另外一個 那這樣子四分五六的結果 你會不會 你跟建國會也是一樣嗎 或是你跟他們的路線是不一樣的 我是覺得把它分成所謂那個 基本交易派啊 譬如說就是建國會啊 或者是非常務實好像新世代在它配啊 分成兩個極端 來放检講 來投检講 我是覺得是一個不幸的發展 因為這好像十項全能一樣嘛 立場十項全能 你十項全能也要填塞過 也要競塞過 這牌哪像是可以填塞 這牌哪像是可以競塞 那兩人說 一台丟鐵片比較重要 這公布有四百公尺 綜藍比較重要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意義 你今天要得到四百公尺的 這個十項全能的金牌的話 你兩樣要都行啊 所以你今天如果厲害的人 就是說你的公共政策很漂亮 大家都很佩服你 大家想到沈富雄 都說這個健保專家 社會福利專家 大家有沒有想到 我也是台獨專家 沒有想到 那如果萬一想到的話 他們會覺得說 沈富雄所講的台東 是很可愛的台東 我有那個爸 有那個外甥人聽到 我的台獨主張 還覺得很可愛 這本事是本事在那裡 你不是說去修理的地方 很頑強的在批評對方是不對的 我覺得這個是掉入很大的陷阱 這對民進黨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基本上你認為說 你還是沒有脫離這個所謂的 你剛剛講的基本教育派就對了 我什麼都是啊 我什麼都是 我覺得應該要堅持 基本教育派的原則 但是要豐富務實派的內涵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要有骨 也要有肉 對不對 體系也要站 體系也要在身體 嚇到姿勢也要搖嬌 對不對 OK 我現在看來還有一個問題 要問一下 這個家庭 我想很多真正人物講說 以前儒家的思想 你自己說你是乖孩子 裡面很多這種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裡面有所謂的這個 齊家治國平天下 你認為這句話到底有沒有道理 我是像以前的儒家的學者 你剛剛講說要讓這個外省人族群對你 會比較了解 然後你會要讓他們對這種台獨 看起來不會有那麼害怕 你沒有什麼紅環 其實基本教育派 他們常常就是說大家沒有覺醒 我要來給你感化 或者給你宣傳他們的理念 我覺得這個其實大可不必 今天台灣如果說 大家相信說 中共不會打過來的話 95%的人都贊成台獨 所以我想說 所有的基本教育派的同志們 我勸他們回去去研究 有什麼辦法使中共不打過來 這樣就好了 這很簡單 所以我碰心 尤其講到主群融合 我甚至不講主群融合 我都講主群共融 就好像回到你剛剛一開始的主題 白天共融嘛 晚上融合 沒有 這不是我來講一下 這還當中醫院來理解的地方 你看最近高雄醫學院的研究的結果 我們台灣80%以上的人 我們的血液裡頭的遺傳基因 都混得亂七八糟 也不像馬來人 也不像原住民 也不像漢人 就是得出獨特的混血的結果 所以這個主群融合 其實也不用過意去強調 時間過了以後大家會變成一家人 所以我一向很樂觀 我比許新娘更樂觀 但是現在你要選這個 台北市長部主委 我不曉得像許章他們這邊 或是正義連線這邊 他們對你的支持的動向是怎麼樣 我們正義連線的龍頭老大 當然是阿扁市長 阿扁市長到目前為止 是沒有表態說特別支持哪一個 我現在是有這個可能說 最後恐怕高主委跟我兩個 都是屬於同一個陣線的人 有人會說你們裡面有內訓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大可不必 因為這是不同的層次 因為我是肅主於說 現在外面的民間對這個派系 深惡痛絕 我因為帶了兩次的聯合競選配票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大公無私的人 所以我是相信雷根總統說的 雷根總統說水障船高 他說Rising tide Lift all the boat 就是說水如果在硬 如果在騎的時候 每家旬都會賭館就對了 這旬你如果看作派系來說 這個硬要賭起來 這四家旬就是四的派系都會賭館 所以我覺得今天 重要不是說 哪一家旬會賭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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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是說這硬要賭起來 我們現在民進黨在賭桌 我覺得民進黨怎麼賭桌桌 我會擱淺 我會擱淺 我會退炒 退炒 所以現在我常常講 人家問我說你怎麼要選主委 我會說民進黨就朝這邊入家復病房 我來跟臣工呼吸一下 是 但是你不會說 環熱變成說建國會什麼的 到最後真的是造成 他們已經說不排除 不排除就是說 我們民進黨 如果是算出來的東出社會 他們不開心 其實是說他們走路線不一樣 大家就拆開來 如果民進黨到了這種分裂的這種 我剛才說 有些船已經變過了 擱淺 這是什麼 我想這是你參考 其他民主國家的演變過程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你如果有一個正常的分佈曲線 就像一個政跟翻過來的曲線 那像建國會 這個比較立場堅定的人 通常就是在比較旁邊 他們人數不會很多 但是他們發揮他們的作用 也對我們鞭策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防腐劑 所以三季的時候 他們有他們的主張 我們有我們的主張 但是大家湊合起來 是一股很可敬的力量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沒有關係 我是說分裂去 這個也不見得是分裂 這個也不見得是分裂 這個是叫做分進合集 你不要聽過分進合集這個位 有啦 有聽過 轉進 沒有啦 最好我們這個節目裡面都有留言 剛剛我說這個齊家治國平天下 你是不是說你有什麼齊家 沒有像你自己 沒有 我是覺得說 以前在說這個儒家 在說這個人 所以其實他自己有沒有齊家 都是很有問題的 我是覺得說 當然今天這個科學時代 所有的政治 其實是這種經營管理 是這種management 所以就像我們以前的政主生 他說要去開火買高票 結果我知道他的丈夫裡面 就沒有距離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以前還有一句話說 一事之不治 何以天下國家為 你會去那句話 所以說你一間房間 都要關得好 你一個國家關得好 所以這個道理我想是一致的 所以這是不對的 你如果小行事情做不好 當然事情做不好 但是事情做不好 不過說你政治人家 都沒有時間跟家人做會 要怎麼一事 要怎麼治一事 不然不做會所以才不會出錯 敢了耶 後來留言 你要留言怎麼樣 好的好的 我留給對民進黨 失望的全國軍民同胞們 全國軍民同胞 對對對 對民進黨 失望的全國軍民同胞們 我來了 你們有救了